接着来跟进槟城八都毛一家四口灭门惨案后续进展 三名祖孙死者陈素新、庄华栋和庄严申、钻庭申 今早举病 家属早上瞻仰三名已故者最后一面 忍不住悲痛、情绪、哭成泪人 看得叫人心酸 家属今早九点抵达灵堂 见三名至亲最后一面 年轻骑马师、庄华栋的生父 看见孙子的仪容之后 泪流满面 在瞻仰前妻陈素新和儿子庄华栋最后一面时 情绪彻底崩溃 由于华人传统习俗 小死者庄庭申没有祭祀的仪式 妈妈成年军目送孩子火化 泪洒现场 而陈素新和庄华栋的灵鹫 则分别送往火化 过后个别送往八都眼东 古灰塔和龙尾灵孝阁古灰塔安凤长眠